上一回说到以色列的皇帝阿哈 带着450个巴力的先知 和一群阿舍拉的先知 浩浩荡荡地来到加密山 和以利亚先知来到比士功力 以利亚就叫阵地说 你们祈祷求巴力 我祈祷求耶和华 哪一个神从天上降火下来 烧光所有繁祭的话 那就是真神 那巴力的先知当然不会示弱 那大家说好一些条件 巴力的先知就首先起弹作法 他们由朝到晚在唱歌 祈祷 守母足道 狂呼乱叫 搞了半天都没有任何动静 好了 那下午又继续来到作法 轮流用刀割 用矛刺自己的身体 全身流血 云又没有 雨又没有 火更加没有 连风都没有一滴 终于以利亚就叫以色列人 中间的神 我是你的仆人 又是奉你的命令 行者一切事 耶和华 求你应允我 应允我 使这民知道 你耶和华是神 又知道 你使这民的心 再回转过来 于是有 耶和华的火 从天上降下来 吞灭了繁祭 木柴 石头 和尘土 连溝里的水 也烧干了 众人看见 就面伏于地说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以利亚对他们说 捉住巴力的先知 一个也不要让他们逃脱 于是 众人捉住他们 以利亚带他们下到基顺河边 就在那里 杀了他们 以利亚对阿哈说 你上去吃喝吧 因为已经有大雨的响声了 阿哈就上去吃喝 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 屈身在地 把念放在两室之间 以利亚对自己的伏人说 你上去向海边那边观看 他就上去观看说 什么也没有 有 以利亚说 你再回去观看 这样说了七次 到第七次 伏人说 我看得一小片乌云 好象人的手掌纳摩大 正从海里升上来 以利亚说 你上去告诉阿哈 赶快吐车下山 免得被大雨所捉 杀时之间 天空因风云而变为黑暗 垂着降下来的大雨 于是阿哈坐上了车 往耶斯列去 耶和华的能力 临在以利亚的身上 以利亚就速上腰 跑在阿哈的前头 直跑到耶斯列的城门口 加密山一役 将耶和华的名字推到上整个加南地的风神榜第一位 高过亚瑟拉女神 甚至高过当时最盛行的巴力 加密山一役 同时也让以利亚的明星大阵 传到佳之汉文 由一个本来是直直无名的先知 摇身一变 变成一个好像摩西一样重量级的英雄人物 那些人才发现 原来过去这几年来 以利亚就是凭着自己一己的实力 先后七次挑战极限 创造了七个好像神话一般的奇迹出来 第一 相传说过去这三年半 以色列经历前所未有的罕灾 原来是以利亚一个人祈祷其出来的结果 第二 皇帝阿哈到处去通缉他 他躲在西顿的一条小村 叫做撒勒法的一个穷寡妇的家里 当地人说 原来是耶和华神一路保佑着他 这个寡妇家里面有瓶油 竟然用极都用不远 缸里面有一团面粉 筆极都筆不完 第三 听说这个寡妇有个儿子 有一次染了大病病到死了 以利亚为他祈祷 那个儿子竟然復活回来 你有没有听过 你有没有见过以色列以前有这样的事发生 第四 原来是以利亚自己去挑剔 叫阿哈带着四百五十个巴力的先知 上来加密山比试功力 以利亚自己一个人起坛 自己一个挂条水溝 然后自己劏了一只牛 然后自己一个人祈祷 耶和华就从天上降下火 来烧光柴 烧光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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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沙石 都一起蒸发买 第五 那些人就绑住巴力四百五十个先知 带到他们去基顺河边 听说是以利亚自己操刀 亲手 处缺了所有先知 第六 然后以利亚又跪下祈祷 前后总共骑了七次 纱时之间 风云变色 雷电交加 倾盘大雨 好像倒水下来 我从来都未试过这么濕 第七 这个先神奇 阿哈就坐着战车 回去耶斯列避雨 以利亚迟过他出发 但是他一起步 我真的可以告诉你 他肯定跑得比Tom Cruise 他竟然一个人追过了战车 跑在阿哈前面 让阿哈早一步来到耶斯列 以利亚一个人打败四百五十个先知 一次过将巴力的势力大大削弱 然后他一个人终结了三年半的悍灾 然后自己一个跑赢了战车 加密山一役 耶和华大获全胜 以色列民族复兴在网 以利亚先知 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来到《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 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的影响力有多大 第十九章的第一节 阿哈把以利亚所行的一妻 和他用刀杀死众先知的一切事都告诉了耶洗别 如果你有听过以利亚的故事 你就会知道耶洗别是以色列的皇后 即是他是阿哈的太太 耶洗别是第一个有系统地谋杀耶和华的先知 见一个就杀一个 他将巴力的敬拜 发扬光大 在撒马利亚 起巴力票 起祭坛比亚赛拉 全部都是他一个人做的 但是以利亚在一日之间 杀了他四百五十个先知 这次真是选兵有折仗 还要以色列人终于看清楚 到底巴力有多无能 似乎广大的民意 就开始摆回去耶和华那一边 耶洗别这次不仅明星受损 他在宫廷里的地位 都开始被受质疑 以利亚心里便想 这次阿哈自己亲自经历了神迹 他亲眼看到火降下来 他在战车的时候 旁沢大雨自己被雨打湿了 这次无论如何都应该站出来 都应该做回一个男人 做回一个皇帝 大举遗报耶洗别的同党 然后一次过清理门户 将耶洗别远禁在房里 一世都不能再出来遗害人间 正常人是否应该这样做 第十九章第二节就说了 耶洗别就差派一个使者去见以利亚说 明天这时候如果我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一样 愿神明懲罚我并且加倍的懲罚我 阿哈不单止没有清理门户 相反 是耶洗别现在发毒誓 一定要二十四小时内杀死以利亚 不单止报复 更加要保住自己在宫廷里的势力 以利亚没有想过 他发梦都猜不到 阿哈竟然是一个 那么软弱 完全没有立场 没有原则 并且没有主见 一个天下间可以说是最无能的快女皇帝 以利亚世猜不到 一场漂亮的胜利 神能力完全地彰显 制造了一个百年难得的机遇 竟然是改变不了阿哈 更加没有动摇到耶洗别的势力 以利亚不单止没有见到民族復兴 没有见到施政改革 耶洗别一声下令说要追杀他 阿哈居然是松容配合 宫廷里面上上下下民武八官 竟然是没有一把反对的声音 军队收到命令 就按例执行 As if卡密山一役 是没有发生过 是没有发生过 你明明有多恐怖 以利亚害怕 就起来 逃命去了 那也很难怪的 换了是你 可能你都一样会这样做 我不知你有没有试过 作为教会的领袖 或者教会的执事 教会的传道人 为了要筹备一个复兴会 足足忙足了半年 你请了两位很出名的牧师博士 来做大会 讲完 对band练歌练了很久 每晚都full band出场 唱足三十分钟 你还预备一套话剧 配合音响、灯光、舞台的设计 一年四个的晚上 弟兄姊妹来 带朋友来 每晚都坐满人 每晚都感动全场 讲完呼召 全部都流淚 哭着出来 甚至有几位决定献身 说要去读神学 将来要全职事奉 作为执事 作为教会的领袖 这么多年来 你真的没有见过 教会的弟兄姊妹 有这么大的反应 虽然 又真的做到很累 但是心里面 就是禁不住一份的兴奋 就是弟兄姊妹 可以这样来经历到神 如是者 一个weekend过了 三日之后 你带着一个期待的心 来开执事会 你以为你会见到一番新气象 新的改革 革务团队一定会有 新的计划要推出 谁知道 什么都没有 粤语堂、国语堂、英文堂 三股的势力 依然是各不相让 大家都仍然客气 在拗着楼上的几班 班房应该如何分配 当晚开会的时候 就是为了外面的停车场 要用二万元去维修 有执事就指着牧师来骂 停车场维修的东西 你懂吗? 到了星期五晚上 团契 你还打算重启 那个灵修运动 你以为打铁趁热 马上就ign in 大家 我们半年内一齐看完新样一次 好吗? 谁知道 Sign up的人 只得一个是你太太 儿童部仍然急需要找人 没有人肯来教儿童主义学 教会的赤字仍然是 每月几万元几万元 毫无喜悉 上个星期 你在那个复兴营会里面 看到那个感动的场面 真情的流露 神能力的彰显 仿佛是完全没有 translate into人生命的改变 教会文化的改变 事奉委身的改变 as if 那个复兴营会 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就是这么恐怖 大家依旧如常地 每个星期回教会 完了崇拜 又嘻嘻哈哈一大班人 出去喝茶吃饭 或许这个就是 过去曾经 在教会里面付出过 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二百 在教会里面忠心服侍的人 都曾经遭遇过的经历 也许这个也是为什么 今早早你会出现 在哥伦基督教会的原因 有你又怎样 没有了你又怎样 人就是一种 喜欢跟随惯性的动物 你以为真的可以改变它们吗 其实是你自己一个人天真 以利亚害怕 就起来逃命去了 他到了犹大的别士巴 就是把自己的仆人留在那里 以利亚是北国的先知 他就走了去别士巴 别士巴就是南国最南面的一个城市 再向南走就是抗野 以利亚在这里赖下了一个仆人 然后第四节 他自己却在抗野 走了一天的路 来到一棵罗藤树下 以利亚找到一个小小的树荫位 就坐在那里 做什么呢 使出他的看家本领 就是祈祷 以利亚祈祷很厉害的 说下雨就下雨 说停就停 一停就停三年了 我们一于祈祷摆平他 第四节 以利亚坐在那里求死 耶和华 够了 你拿我命了 因为我不比我的列祖好 神啊 不如你杀了我算吧 在这几天逃亡的过程里面 以利亚忽然领悟了一件事 是他过去服侍上帝的时候 一直都没有想过 就是自从摩西起一路到现在 从来都没有一个先知成功过 摩西自己不要说了 上山几天 人们就转身 就已经砌了金牛毒出来拜 若书亚的时代 好了一会 刚刚进来移民 来到英许之地 以色列人就立刻 跟加南人混合一片 然后跟当地人 跟当地的偶像打成一片 之后就来到士司的年代 一代的以色列人比一代更差 没有一个士司 是成功地改变到这些 以色列人他们三心两意 什么神都想拜的坏习惯 来到皇帝的时期 你真是不知道 原来是所罗门自己 亲自带上加南地的偶像 来以色列的 巴历 阿斯他陆 米勒公 摩洛 基末 全部都是所罗门带进来的 有拜错就没有放过 自此之后 南国也好 北国也好 一朝比一朝更加差 以利亚忽然间才醒觉 原来从来都没有一个士司 没有一个先知 没有一个皇帝 能够成功地 杜绝以色列的境内 所有的偶像敬拜 来到今时今日 耶洗别已经铲除了耶和华 所有先知 只是杀剩一个 杀完这个就没有了 好 那就end of the line 玩完了 神 如果你要我死的话 我真是无所谓的 不过不要要我死在耶洗别手上 你自己拿我的命好过 走到这个位置 以利亚已经心灰异 所有的梦想都已经幻灭 先知来到一个根皮力尽 生不如死的状态 第五节 他躺在那火 罗藤树下睡着了 忽然间有一位天使帮他说 起来吃吧 他将眼一看 只见头旁 有用炭火烤的饼 和一瓶水 他就起来吃喝 然后又躺下去 你有没有试过 生命来到一个位置 不是你不想起床 而是你根本就起不了身 甚至可以说 你没有了那个意识 要起床 不单是身体疲倦 精神疲倦 而是你连灵命都已经枯干了 以利亚蒙蒙隆隆当中起了身 但他也没有去想 为什么在抗野中间 忽然间会有个饼烧好了 为什么无端端会有瓶水在 他就是吃了个饼 喝了水 然后又再睡回 一睡 又不知道多睡了多久 耶和华的使者 第二次回来拍他说 起来吃吧 因为你要走的路程太远了 于是他起来吃喝 以利亚坐在这棵罗藤树下 他望着这个茫茫的抗野 不知为什么 这里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很努力想想起 到底我在哪里见过这个情景 他呆了很久 他再拿起块饼 准备放入口的时候 忽然间就闻到那一阵炭火烤饼的味道 他就想到 是在西顿 是在撒勒法那条小村 他忽然想起那个穷假虎和他的儿子 他们三个人 就是靠着一小瓶的油 和一把的面粉 每日用炭火烤一个饼 三个人分 神就是这样 供养了他三年 以利亚忍不住流下眼泪 这三年的而且确 是很实在地经历了神的供应 此情此境 真是令他百感交集 但是三年 以利亚心里面有一种的不分 这三年神要他忍性埋名 躲在西顿这个外邦人的地方 在加密山一翼大放光芒 谁知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到头来又被人追杀到进来抗野 到底这三年是为了什么呢? 为什么今天被人追杀的是我 不是耶稀别呢? 为什么求死的是我 不是阿哈呢? 到底天理何在? 公义何在? 到底我为神牺牲了这一切 是否真的值得呢? 耽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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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面越想越愤怒 忽然间他不想死了 应该这么说 死在这里真是很无谓 真是有些不明不白 不行 我要上西乃山 我怎么都要他亲口解释一次 到底公义在哪里 到底天理在哪里 于是乎 以利亚起床 靠着那食物的力量 走掉四十个昼夜 直走到神的山 就是何列山 这里是摩西第一次遇见神的地方 这是神班下十戒比以色列人的地方 这里是先知的最高法院 虽然以利亚又是走到根皮力尽 但是不要紧 反正走到哪里都是死路一条 倒不如就死在这里 我就死在终审庭前 起码我都要听他亲口向我解释一次 为什么他要这样折腾我 为什么在加密山一役之后 不是一个大复兴 而是一个大迫白 为什么死那个不是阿哈 不是耶洗别 为什么要是我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 就在洞里过夜 那一晚 在山洞里 耶和华的话又是临到他 以利亚 你在那里做什么呢 以利亚听到神的声音 她的眼泪又再流出来 你终于都问我了吗 以利亚就一次过 将她的失望 将她的苦劫 将她的愤怒 谈到在神面前 我为耶和华万君之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药 拆毁了你的祭坛 用刀杀死你的先知 剩下我一个 但现在他们竟然在沉索 要取我的性命 就是这样 以利亚将以色列人的罪状 阿哈的罪状 耶洗别的罪状 统统都数出来 我虽然死不足惜 但耶和华实在欠我一个公道 我无论都要她交代一次给我听 为何今天会搞成这样 不过 正如以利亚没有答到神的问题 神也没有答到以利亚的问题 耶和华又说 你出来站在山上 在我耶和华面前 你想跟我说清楚 行 我就跟你说清楚 你来洞口见我 那时耶和华从哪里经过 在耶和华面前 有强烈的大风 山崩碎石 但是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风过以后有地震 但是耶和华也不在地震当中 地震之后有火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所有昔日神在西乃山上 向摩西去显现的情景 以利亚今天都亲自经历了 狂风地震 山崩石碎 雷电交加 那 except耶和华却选择 没有在当中显现 火候有低微柔和的声音 After the fire came a gentle whisper 对着一个根皮力尽的仆人 耶和华选择显现自己的方法 是一个 gentle whisper 低微幼和 你要静低下来 你才能听到的声音 以利亚听到 她就用自己的外衣蒙着念 走出来 站在洞口 忽然有声音向她说 以利亚 你在这里做什么 这把柔和的声音 又再问回以利亚同一条问题 以利亚再说多次 我为耶和华万君之神大发热心 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药 拆毁了你的祭坛 用刀杀死你的先知 剩下我一个 但他仍然放过我 要沉索我的性命 以利亚抱着她的头 她再忍不住 就在这把柔和的同在里面 哭起上来 是的 那些人就是这样说 叫人的成就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以利亚很厉害 她一个人铲起巴勒 敬拜 但我忽然才发觉 原来一直 就是我一个人在祈祷 就是我一个人躲起 就是我一个人去挑战阿虾 就是我一个人去加密山 应战 我一个人对着四百五十个先知 我独力杀了他们 是我自己去求雨 自己一个人跑 赢了战车 然后我拼命地跑下跑 跑了半生人 到我停下来的时候 我看一看才发觉我在哪里 我便就是来了一个抗野 我便就是一个人坐在坡罗藤树下 来到今晚的 可能是我最后一晚的 就是我一个人 坐在这个山洞里面 神啊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一个服侍你的人 会得到这样的收场呢 就是在这个 Gentle Whisper里面 神听祂的仆人倾心吐意 以利亚吐完苦水之后 就轮到神讲话了 耶华就说了 你回去吧 从你来的路 回到大马士加的抗野 你去到那里 你就要高哈舌作亚难王 又要高灵士的子孙耶护作以色列王 还要高亚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 以利沙接触你作先知 将来逃得过哈舌的刀的必被耶护所杀 逃得过耶护的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 但我在以色列留下了七千人 他们全部都未曾向巴力屈过膝 也未曾跟巴力亲过嘴 以利亚 第一 你从来都不是自己一个 你也不是静下来的最后一个 在以色列里面 我留下了七千人 这七千人都是身穿着结白的衣裳 他们过着圣结的生活 可能你不认识他们 但他们跟你一样 他们都是忠心 他们都是勇敢 他们都是为我的名大发热心 我认识他们 因为是我亲自挑选他们的 七乘十乘十乘十 绝对够数 耶和华的傍庇岂会缩短 神的拯救不会断绝 你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 第二 既然你问我关于公义的问题 我就尽管跟你说一下公义 看看你明白多少 以利亚 有一日整个以色列都会被审判 有一日我会高立哈瑟做阿兰王 当先知来到见着、看着哈瑟的时候 他会一路流泪 一路宣告哈瑟作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哈瑟做了阿兰王之后 以色列就会苦不堪言 不论老人家、小孩子、婴孩、孕妇、哈瑟 都会凶残地对待他们 他是不会留守的 三朝的以色列皇帝都会被阿兰攻击 以色列将会被阿兰去踐踏 这个就是我会被以色列人的审判 你问我为什么? 阿哈可以逍遥发害 为什么耶洗别可以继续为妃作大? 有一日我会高立耶狐做以色列皇 你知道当我告诉耶狐 我要立你作王的时候 耶狐会怎样做吗? 他第一件事就会立刻反叛 杀死当时的以色列皇 然后呢? 然后他会走去耶洗列 吩咐人将耶洗别从城墙上推下来 接着呢? 接着他会写封信去撒玛利亚 朝廷那里做一个最后的通牒 当文武百官收到他的通牒的时候 他们就会捉了阿哈那七十个儿子 手起刀落 杀尽阿哈的后代 Fat X七十个头过去给耶狐 接着呢? 耶狐会亲自来到撒玛利亚 朱阿哈的狗族 所有的皇亲国戚 一个都不留活后 最后 最后那一幕 耶狐请了以色列里面 所有拜巴力的人来到巴力庙 跟他们开一个party 没有人敢不来 巴力庙塞到满满 前所未有那么虚陷 一时 耶狐猜军队进去血洗巴力庙 整个以色列 所有拜巴力的人 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从此没有人再拜巴力 就好像昔日 在旷野里面我说 没有一个不信我的以色列人 可以进入英雄之地 一整代的以色列人 神就死在抗野当中 同样今天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拜巴力的人 会有好死 耶洗别会死于非命 阿哈的血脈 从此会在地上消失 以利亚 我是一个公义的神 谁可以question我的公义 还有第三 你说什么 你不让你的列祖好 所有人都失败 你懂摩西吗 你懂约书雅吗 你懂基典吗 你懂得撒母耳吗 这些是我所认识 是我所挑选的族人 他们都成就了 我在当代交给他们的工作 你也是一样的 加密山只不过是我拯救计划的其中一个部分 没错 我听了你的祷告 曾天上面降下火来 烧了你欠给我的凡子 我听了你的祷告 刺下倾盘大雨 停止了三年的旱灾 你的角色事实上是很重要的 我开心你有份在这个拯救的计划当中 不过这个拯救的计划不仅是你一个 也都不会在你这一代去完成 我已经找了伊丽莎做你的继承人 我都说定给你听 以丽莎都不是什么猛男 In fact,她是一个怪人 她是一个离头的人 人们看到她就会指着她来笑 说她离头先知 不要紧 离头先知我都可以用得着 还有,耶护是什么人 她不是什么皇室贵族 她是一个粗人 她是军队的元帅 充满野心 个性凶狠凶残 她是一个杀人不斩眼的屠夫 但是,我可以用一个军人帮我清理门户 还有,这个哈舌是什么人 哈舌是亚难人 哈舌是你的对头 甚至是仇敌 都可以为我去施行公义 以丽莎,不如我坦白地告诉你 在你有生之年 你是不会见到我拯救的计划 是会怎样成就的 哈舌的兴起 还要等多很多年 耶护 耶护是三朝之后的以色列皇帝 It will take longer than you think 但是,这样不代表加密山是没有意义 这样不代表罕灾是白费 不代表你奔跑了半生是无谓的 这些都是我彰显公义和拯救的其中一个部分 有一天,我会指着这一代三心两意的以色列人质问他们 就是,我派了以色列最伟大的才来拯救你们 但是,你怎样对待他? 你们派人去杀他 所以,不要说我没有给你们机会 你不要说我没有显现过在你们面前 以利亚已经来了 是你们不信她 是你们不肯下定决心 离起偶像 专一地来跟随我 加密山就是你们要被定罪的呈堂证供 以利亚 你已经做了我差遣你去做的事 听我说 你回去 你从沿路走回去 当你见到以利沙的时候 你就立她做你的继承人 以利沙将会完成你如下的工作 我答应你 有一日,我会猜我的独生儿子来到 我的儿子会亲自完成我创世以来所安排的拯救计划 这一刻,你就只管忠心地去成就我所交给你的使命 我相信主差不多四十年 我都可以向你去承认就是 我都不知道 有几多次的灰心 失望 梦想破灭过 有几多次我真的觉得身心俱疲 有几多次我决心要quit 有几多次灵命枯干 有几多次体力的衰竭 曾经有过几多的控诉 有过几多的愤怒 有过几多的苦劫 有几多次不经不觉自己一个人走进抗野 自己坐在一棵罗藤树下等死 现在看回头,其实我都不敢说 到底是我自己走进抗野 还是神特意带我走进去? 抗野就是一个串草不生的地方 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 唯一最好的地方就是什么? 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distract到你 在那里就是得神和你自己 Nothing else matter 抗野就是一个神终于都可以 get到我的attention的地方 在那里,他可以offer到给我 炭火烤的饼和一瓶水 就放在我的旁边 as if他跟我说 你真的很需要一个休息 Wilber, believe it or not 你还要走的路程还有很远 我都曾经试过躲在一个山洞里 山洞就是一个可以哭的地方 一个可以扭脚的地方 一个可以投诉的地方 说、说、说、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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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到你都没有眼泪可以再哭的时候 骂到你都没有说话可以再骂的时候 终于就在那个安静里面 我听得到那个gentle whisper 一把低微柔和的声音 准备向我说话 我真的很想听到 我真的很想听神会怎么回答我 那把声音就会这样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right there 就是一个邀请 Wilber 你还要深眼下去 还是你要学习下一段路的功课呢 学什么功课呀? 神你还玩我不够呀? 我为你大发而生命都给你了 你还想我怎样呀? 主说 我心里面柔和谦卑 你们应当扶我的握 向我学习 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 每一次 神都再offer给我 一伙柔和谦卑的心 一伙新的心 一伙更像他的心 不是狂风地震 不是山崩碎石 不是雷电交加 不是更多神职歧视 是一个轻散的淡子 一伙柔和谦卑 更加像主耶稣的心龙 每一次走到最难走的时候 当我万念俱灰 好像什么都已经失去了 我就会听到那把 Gentle Whisper 作出同一个的邀请 Come to me I will give you rest Learn from me I offer you a gentle heart A humble heart My heart 而将近四十年 主都没有撇下我 没有离弃我 就是这样 他带我走过了 这么多年 侍奉的岁月 我不知道你今早 听完以利亚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感想 尤其如果你心灵的状态 就正正好像以利亚那样 我自己时不时都会揭回 《列王记》上第十九章 我就特意去重温这个故事 因为我就是很需要 经常都听到神一次又一次 再告诉我 我说 以利亚 你还未曾走得住 你的时间未到 你还要走的路程甚远 不要太过计较每一段路的成败得失 因为每一个的得失 都可以是我旧熟的故事的一部分 你看起上来就是一败途地 但在我看来 却是对以色列人的审判 有一日 我儿子都会一样 走上同一条路 他会付上最昂贵的代价 在人来说 他是一个loser 但事实上 他就是我在创世以先所命定 要拯救万民的救主 以利亚 你就尽管继续忠心 完成我所交付给你的工作 到了合适的时间 我就会来的 我会亲自接你回家 你不会死在这棵罗藤树下面 我会派火车火马来接你 我的仆人以利亚 将会在船风当中被接走 圆圣灵 今早早亲自向每一位来说话 Amen